欢迎收听有声小说莫读 第133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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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孤苦伶仃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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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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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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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切都是过眼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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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抱着餐厅旁边的一面墙,挂钟在他头顶上一刻不停地走着。 这个玩意儿啊,坏了好久了,总是走不准,还是废杜拆开以后重新修好的。 废杜像在这个未央长夜里跋涉于薄冰上的流浪者,并不知道他所谓一生指向哪条看不见的深渊寒潭。 他总是下意识地疏远,下意识地别离,一点微弱地靠近都会扰乱他纷杂的轨道。 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,什么意思? 你说咱们俩就当是萍水相逢,连朋友都说不上,是吗? 废杜下意识地想解释,然而张了张嘴,又按捺住自己。 他沉默了一会儿,终于只是干干巴巴地说道, 抱歉,那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招惹我呢? 洛文周的声音压得非常的低,好像胸口堵满了石头,那个声音得从石头缝里边挤出来,每个字都咬得咯咯作响。 废杜神色漠然地避开了他的视线,洛文周住嘴,他突然觉得十分没意思,原地沉默片刻,又重重地吐出了口气,大步走向书房,摔上了门。 洛伊郭被这惊天动地的摔门声吓了一跳,凹的一嗓子炸了毛,直起脖子张望,不知道这蝉屎宫有什么毛病。 警惕地炸了一会儿毛,洛伊郭剑没有人搭理他,就一头雾水地冲着废杜小跑过来,纵身一跃上了餐桌,和废杜大眼瞪着小眼。 废杜整个人好像静止了,无声地和他对视片刻,心里边沸凡迎天的千头万绪重新沉寂下去,他的胸口是空荡荡,白茫茫的一片万念无声。 好一会儿,他没有来由地想起白天在市局审讯室里忽悠夏小楠的一句话,那就是,你可能一辈子也遇不到一个这么喜欢你的男生了。 洛文州太好了,太鲜活了,太温暖了,或许这个比喻不恰当,但是冯斌之余夏小楠就像于洛文州之余他,都是意外事故一样的运气。 一个人的一生大概只能奢求一次,而往后,在那看不到头的一生之中能有一点点的回忆,就已经弥足珍贵了。 虽然这回忆有些短,但是没关系,世上所有的回忆都是短的。 肺肚缓缓缓地冲洛伊锅伸出了手,洛伊锅先是本能地往后退,仰头躲开,随即他又犹犹豫豫地凑了过来,试探着闻了闻肺肚垂在半空中的手。 里里外外地闻了一圈,他仿佛放下了解心,低头在他手心里边蹭了蹭。 肺肚的手终于小心翼翼地落下,贴在了洛伊锅油光水滑的后背上,从他头顶顺着的毛轻轻地抚摸了几下。 原来猫是这样的,头发细腻,柔软地咬命,又和毛绒制品不一样。 细毛的根部是暖哄哄的,手放在上面,能够感到绵长的呼吸和轻轻争动的心跳。 这是一条无忧无虑的小生命。 洛伊锅眯着眼睛,喉咙里边孤独片刻,有一下没一下地甩着那个蓬松的大尾巴,发出了十分销魂的哼气。 肺肚似乎心平气和地和他和平共处片刻,猫也被伺候舒服了,于是就把自己团成一团,眯起的眼睛,缓缓合上,就递水了。 肺肚悄无声息地收回手,揣起自己的手机,走到书房门口,不轻不重地敲了三下。 这几天,多谢你的照顾了。 洛文州没有搭理的,肺肚于是也没有做过多的停留,转身从玄关的衣架上摘下自己的大衣,围巾准备出卷先在附近找个酒店,凑合一修。 明天再想办法让人打扫一下自己空置许久的小公寓,搬回家住。 旧伤不能算是痊愈,但是他既然有力气往市局跑,当然也不至于随便就死掉,生活自离总是没问题的。 深更半夜,从暖气袭然的家,走进凛冽的寒冬里,着实需要一点勇气。 肺肚叹了口气,觉得光是想一想,手脚就已经条件反射式地发冷了。 然而,就在他披上大衣,还没来得及把胳膊套进袖子的时候,紧闭的书房门突然被人从里边重重地掀开。 倒霉的洛伊锅刚合上眼睛,又被身边掠过的一阵利风惊醒,也不知道是谁招惹了谁,他愤怒地叫唤了一声,一溜烟地就钻进了洛文州空置数天的次卧里,不肯出来。 肺肚还没来得及回头,突然被人从身后一把扯住,他猝不及防地踉跄了半步,须须披在身上的大衣,一下子落了地。 洛文州一把抓住他的围巾,肺肚为了不变成平安夜里边的吊死鬼,只好顺着他的力道向后退,被洛文州抬在玄关处狭窄的墙上。 我问你两件事,第一,为什么郑凯峰的车爆炸的时候,你非得多此一举的,挡在我面前? 肺肚被围巾卡住,一时说不出话来,洛文州也不打算听他说的。 第二,既然你是一个不痛不痒,不知道爱恨的变态,那为什么你家地下室里边有电击催吐的设备?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一线刑警,见识过的变态没有一千也有八百,从来就没听说过,他们中的谁是因为热衷于折腾自己进来的。 肺肚的瞳孔急剧收缩,而后他下意识地争动起来。 镇压他并不比镇压萧海洋的难度高到哪里去。 洛文州一把把他的双臂折在身后,拽下他脖子上松动的围巾,然后三下五除二地在他的手上裹了三圈,牢牢地系了个扣。 最后冷冷地痴笑一声,费总,你缺乏锻炼啊。 肺肚被洛文州拖进了客厅,就近扔在了沙发上,长腿撞到了茶几,方才为了招待洛成和穆小青儿准备的一盘橘子纷纷落地,也没人去管。 洛文州一把扯开肺肚内剪,须由干洗垫精心伺候的沉衣,崩开的扣子擦着他的下巴,仓皇而逃。 洛文州抬手按住肺肚的胸口,这个身体毕竟是年轻,恢复能力和新陈代谢一样的强,很多陈年的旧伤疤只剩下浅浅的痕迹,非得在大灯底下才能看见些许浅浅的影子。 洛文州居高临下地看着他,这是什么,你就不怕灼伤内脏吗,你就不怕一不小心悄无声息地就死在你家那个空荡荡的地下室里吗? 那天从仁爱医院里面回去,如果不是我强行把你拖出来,你打算做什么? 非得,这么多年你没把自己折腾死,还真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了。 废肚从小和一群顽固子弟混在一起,羞耻心有限,性之所及连裸奔都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然而,此时洛文州动手撕开的却仿佛并不只是一件衬衫,而是裹在他骨肉上的皮囊。 废肚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无法言语的恐慌,慌不择路地屈膝撞他,说放开。 洛文州不躲不闪,生瘦了这一下,坚硬的膝盖撞出了一声听着就很疼的闷响。 废肚一僵,错失了反击的机会,叫洛文州压住他的膝盖,关节嘎嘣一声轻响。 废肚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。 可是,两个人就这仿佛预示着一场暴力对待的姿势僵持了许久,洛文州却没有碰肺肚一根头发。